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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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学员队的人来了 这么多人 连一个新年都守不住 还天天跟我说 守住集团 能保得住蓝海一星 结果呢 债券违约 财务清单被卷 设计师被人买通 被刘光集团算计 好嘛 现在 连我的外孙女都要搭进去 我告诉你们 蓝海集团可以倒 但是 如果新年有点什么差错 你们一个个的 谁都跑不掉 外公 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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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难受吗 我没事了 就是觉得 头有点晕 昨天医生来了 说你啊 弄烟洗得太多了 喉咙和呼吸道被灼伤 所以才导致昏迷不醒 现在好点了吗 要不要叫医生再来看看 老林 外公 我真的没事的 真的 别让外公担心 昨天听说你出事了 外公一夜没喝烟 外公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新年 你是庄家的一切 你在 庄家才在 你要是有个什么好歹 庄家就塌了 喂 外公 让你们大家 都为我操心了 您放心吧 我真的没事了 您也快去休息吧 你都行了 我也就放心了 你 和欣言订婚 外公 蓝海一经 现在是群龙无首 心言即使代表我 坐上了总裁的位子 总是有人 心里不服 我让你们立刻订婚 举行一个盛大的订婚典礼 让那些对蓝海一心虎视眈眈的人 睁开眼睛看看 你们才是蓝海集团的新主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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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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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人在通风道里 放了掺了东西的烟饼 风口正查着你的办公室 我已经调了全新的保安 内部监控 也拿去给方向查了 我保证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你 海头晕吗 用没有我帮你叫 我去帮你叫姨正 我们订婚吧 我们订婚吧 就像 外公说的那样 我们办一场盛大的订婚礼 我们让外面的 还有集团里面的人 都能够看到我们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是真正的装心眼 可是我回来这里之后 我就没有依靠了 昨天晚上 我倒在地上的时候 只有你 我只有你 所以 你能不能到我身边 跟我在一起 你知道跟我订婚意味着什么吗 有可能你掉进来 就再也出不去了 就再也出不去了 还有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如果都没有准备好 你确定还要跟我订婚吗 我这个不过去 我没有这么个人 我笑的 你怎么回来 我必须还没说 你怎么回来 我应该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我好 因为宪宣装 我们育 episode 还有那个 我 有的 我 说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 我只有你了 好 我们订婚 订婚之后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遇见最危险的爱可是我早已经沦陷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开心的表情 怎么样 来一杯吗 大清早的就喝酒 到底是什么好事 哥 他赢你咯 他们真的改设计了 怎么样 厉害吧 从追回到改制完成 才用了短短不到四十八个小时 而且 设计师林沐帆的宋选人 可是颜星成呢 你哥说了你还这么开心 你到底是为了林沐帆 还是为了颜星成 为两个 不行吗 我真的是把你给宠坏了 哥 你别生气嘛 我知道 你为了并购蓝海的事情 筹花了很久 但是你要想 如果他们这么轻易就被拿下 这样的集团到我们手里 也没什么意思 蓝海有这么出色的两个男人 你不觉得 赢他们 征服他们的过程 才更有趣吗 商业战争 不像你们时尚工作室玩品牌 一旦机会错过 就不会再回来 这次是干掉蓝海一星的最好时机 但是没想到 这个小丫头不算什么 她身边的两个男人 倒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他总 什么 林市长 我是集团的新任总裁 我请你来 是希望你能帮我处理好展品危机 我不希望你把其他的情绪 再带入到这里 他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我叫沈漫宁 我是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 沈漫宁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 如果我真的认错了 那你是谁 我 我是庄信严 信严在海外 专攻的是采貌金管 如果他真的是信严的话 这是只有艺术生才能画出的线条 太帅了 这肯定能报回 他俩还挺大 他俩还挺大 这肯定能画出的线条 就想去看 这肯定能画出的线条 是第一个人 自己看 你给他面骗的线条 却学习线条 我看 我中毒了 我命不久矣 下半辈子 就靠你了 那你这么说的话 你现在还是死不算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好点安慰我两句 安慰你 你偷吃人家汉堡 现在居然还要寻求安慰 要不要我现在新去买一个 然后让你通通快快地偷吃呢 我觉得不错 你想的没 别别别别 这边给你画下 怎么袁帅一来 变得这么淑女了 袁帅 你过来坐 我给你买了蛋糕 她不会过来的 你见过护士的哈士奇吗 我没有见过 爱吃甜食的哈士奇 没事 你吃你的 你当我们不存菜对吧 对对对你吃你吃你吃 你吃你吃你吃 你进行事慢慢享用 我 我 我 酷该她最爱居然是甜食 喝我那个闺蜜一个样 我闺蜜啊 以前最爱吃这个小蛋糕 可是她自从研修之后 再也没有回过我的信息 还不回我信息 谁啊 你闺蜜吗 是啊 我闺蜜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后来一起去了一大念书 还说好一起回家的 你也是一大毕业的 等等 什么叫也是 是 你还认识其他海外一大毕业的吗 就一个朋友 朋友 不会是你的吧 我跟你说 千万别是我那个臭闺蜜 我们两个 以前好的要穿一条裙子 可是现在呢 沈漫宁 我看你回不回来 你说你朋友姓沈 沈漫宁 二十五岁 我的发小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一大念书 他修了设计专业 我呢 我修了动漫艺术 怎么了 你们认识我朋友吗 怎么可能 那是你朋友 也是 来信息了 完了 公司发生大事了 袁帅 咱们得走了 先走了啊 什么事这么着急 袁帅 袁帅你蛋糕还没吃完呢 这盘子不能带走吧 他 怎么会这么巧啊 沈漫宁是他的闺蜜 嗯 你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摁什么 只是有一次 他看见老大和大小姐在一起时 喊了一句沈 沈 谁呀 我以为是意外人员 就把他拉开了 这样 那怎么办 以后他在公司和大小姐再相遇 我去报告老大 等等等等 你别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告诉老大 老大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开除他的 像他那个样能在南海工作 肯定很不容易 你忍心一句话 就让他辞职 那怎么办 这样 咱们两个先把消息押下来 尽量看好他 不让他和大小姐相遇 嗯 老大和大小姐来了 珠宝行业的领军公司 居然出现烽火这么严重的事情 绝对是明天的爆款大线 说不定 说不定 和刘光的汤总有关 这里的庄总 不是和汤总 起过严重冲突吗 今天 他们可是过秋的骂 看他们还能蹦他几时 你说咱的公司 怎么出现这种状况 这次怎么还能吃 是 对 不是 我是 也是 那 是 那 你 不是 吗 我 你 不 你 集团上下陷入了一片混乱 公司也遭受了严重的债权危机 危机刚过 对手集团又以版权设计为切入口 攻击了我们的新产品 让我们遭受了很多媒体的质疑 也让很多股东对我们集团失去了信心 如今虽然危机已经解决 但是集团内部的整改 已经迫在眉睫 所以第一件事情 蓝海集团由上至下 重新整顿 陈董 我想将您从后勤调到运营部 担任运营总监 我 您以前一直跟着老董事长任运营工作 如今您还愿意出山吗 陈董 如果肯出山 我能 您放心 运营中心 抱在我身上 好 林市长 张总 我想调你做设计中心总监 有问题吗 可是钱总 回答我 可以 还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好 林木帆任设计中心总监 以后集团所有的新品设计系列工艺 全部都向他汇报 庄西言 你到底想干什么 设计总监在我们公司待了二十年了 你现在想架空他 庄总 你这手笔 未免也太大了吧 小庄总 你曾经是公司的代总裁 也是公司的小副总 但是如今 恐怕需要你 挪挪位置 庄西言 你敢动我 小庄总即日起调离副总职位 任公司后勤部主任 庄西言 你敢把我调到后勤 后勤工作 也是需要一点能力的 赵董事 你的调任就远了 赵董事 赵董事 自首吧 庄总是准备拿我开刀来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 庄西言 你别以为你是老董事长的外孙 你就可以胡作非为 我告诉你 想赶我走 你还嫩了点 借老董事长生病之机 操控财务部 行贿财务经理 买通设计总监 故意生产制造抄袭作品 高抛股权 低价抢售 开设私户 移民准备 还要我继续说吗 这些够你短三十年的 我没有 你这是污蔑 再当 是再当 庄西言 你有本事 就给我拿究竟出来 我没有 我根本没有 放开我 放开我 过年呐 这么热闹 小姑娘 你很厉害嘛 见招拆招御水搭桥 我算是小看你了 拜您所赐 很好 这场算你赢了 但是一定还会有下一场 期待 我唐齐做事向来光明磊落 是我做过的事情 我承认 是我拿了一大笔钱 买通了蓝海的设计总监 让他们设计了一款 跟流光一模一样的作品 我就是想制造一场舆论风波 我就是想把他们弄进 行业的黑名单 我就是想让他们的进口出口 都难上加难 这是一场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我唐齐做了 我认改 我认罚 但是 别把什么杀人害人的脏水污水 都往我们流光头上泼 商业归商业 竞争归竞争 我唐齐就算输光了身家 也不会有害人的心思 庄总 以后我们流光依然是你们商业上的竞争对手 不过你放心 你的人身安全 我唐齐一根寒毛都不会动 知道了 唐总 你要的人证物证都在这里了 还有什么想说的 竞争 我错了 是我不应该 带着去 放开我 上车 上车 你放开我 我错了 你现在不是这样的 是吗 干嘛 不是这样的 怎么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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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说什么 怎么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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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要宣布第二件事情 请问老董事长的同意 经过老董事长的同意 我和颜先生 将在一周之后 举行并婚典 你怎么发现的 你怎么发现的 怎么发现的 怎么发现的 并婚之后 姜先生将是我最天性的人 同时 我们也将会一起 成为蓝海一新 新的主 这个觉得怎么样 不错 就你最会红娃开心了 你说在这个家里 除了你和穆帆 我还能信任谁 还有大小姐和颜先生 是啊 我还有外孙女 和我那个外孙女婿啊 对了 今天的订婚礼 穆帆去不去啊 她有工作 可能 蔡轩小姐来了 你这是 我有个公议会 就没办法参加 新颜的订婚礼了 爸 您帮我把这个礼物 交给她 别让新颜觉得 小姨怠慢她了 你干嘛这么破费 一家人 怎么就破费呢 家凯不懂事 说不定 以后庄家的一切 都是新颜的 还有 这种事 又是新颜的 卫生 就没了 不竟然 做什么 看着 你帮我 你自己说 好 不是 走 你 不然 你 我 那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不到还能遇上 总裁订婚这样的大事 是 李庄总和林先生 我们来海以后 可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人家好帅啊 能不能别这么花痴啊 大家都来参加 总裁的订婚礼啦 这么多人啊 总监非得让我给 制作老师送资料 老师应该不在这吧 我也想去看看漂亮的新娘子 庄总 你可真漂亮 颜先生看到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是 是吗 当然了 尤其是您的眼睛 是我看过最清澈的 眼睛 您的唇形也很好看 我一会儿啊 拿个口红帮您压一下 等一会儿和颜先生 吻的时候 口红就不会花掉了 还 还有吻啊 是啊 交换完订婚戒以后 不得来个吻吗 喂 老师 文件在我手上 我马上给您送过去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是我听错了吗 怎么这么像 梅娜的声音 好的好的 五分钟之内我一定赶到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赶时间 不好意思 抱歉 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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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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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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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天吻 天吻 日子 就够了 快 终于赶上总裁和副总的甜蜜一课了 慢 慢点